再來就是你要有效利用第三方外掛資源 為什麼呢? 因為RWA寫東西是很快 可是這個網站只有我一個人在handle 所以不可能說人家說什麼功能我就要做 而且我馬上就做得出來 那會累死我的 不要想著就是因為在救災 因為現在是好像看起來是有點多車馬車 所以有人就會想要整合 或者是很方便大功能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 你只知道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網站 該做什麼那你就去做 然後專心做你能做到的事情 然後有現成的就不要自己做 那我舉個例好了 像這 這是我的網站上面有一個招募自公的網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網頁? 其實就是因為我跟PDT他們的Emergency 自己把那個義工有聯繫 那他們希望我做一個那個 制工分派的系統 管理的系統 那我做是可以 可是我做好 我寫再過來我也要兩天 那而且寫這東西跟其他網站 寫跟registering complete 那寫這東西會耗掉我非常多的開發精神 那我現在利益要物資 focus在這個網站管理上面 而不是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想到 那我可以這樣做 因為Girisar提供了畫面表當規矩 所以我就幫他做了一個頁面 那你可以 如果以後再做這種網站的時候 你可以想著 怎麼去拿現有的資源 而不是自己幹 這個東西我自己幹我要寫兩天 那我做這個東西我只做20分鐘了 就是用Girisar提供出來的 這是CS的Girisar提供出來的 好 接下來呢 GoogleDuck加iPad 那這個也是從PTE那邊 Inspire來的 他們PTE Emergency版 他們的那個網頁版 他們是用GoogleSize 然後可是一上線也被打過完了 因為打過完就是GoogleSize 好像有瀏覽的Limiter 那後來他們就想到 他們就是用GoogleSize 加GoogleDuck用iPad 對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一個GoogleDuck 基本上你會用 會用過的人就會用 那 那 而且這東西是掌握全是在你 然後而且他可以Public Public成HTL 那 我用AppLine就很好的整合 那我就不用再寫自己寫一個CMS 給志工 我上個CMS 我可能還要寫CRUD的功能 然後管理的功能 那這個東西我會寫 可是也是會類似我 所以我決定把我還是 心機放在每天這個網站 那跟別人的整合就用這個整合 那我覺得以後大家做的時候也可以用這個技巧 而且GoogleDuck好像是沒有那個流環數的限制 所以大家可以瘋狂的打之類的 下一個 GoogleCustent 社群 那 RubionRails上面是有社群的 就是社群的第三方整合 比如說 都很雕首的 就是Arthros Penips 可是 Hiroku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不能還不能跑低門 所以 就是 他只有Crunch Job 然後或是你跑 Rack檔 那 我要上社群 那怎麼辦呢 那 最後是 那個 葉教授建議我 那個 用GoogleCustent 社群 那 如果 臨時要社群的話 那就用這個 那其他準度還是算蠻高的 這樣子 然後只要一般的 JavaScript 然後有Pone 然後就是自己人得 那你可以看那個 API 他蠻簡單的 再接下來就是做好了之後 然後如果 我需要別人援助 或是想要什麼 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 在Brown上面跟我講 差太慢了 所以我最後做了一個聯絡站長 那大家記得 這個是統聖其實 一個留言板 可是 在弄一個聯絡站長 在弄一個留言板 其實我是覺得沒必要 然後所以我在聯絡站長這邊 也是用了 就是Google Connect小工具 是 也是 Google Connect小工具 提供了一些留言板 留言功能 我覺得這也是 可以用的東西 那基本上 你在這網站裡面看到 除了原先 基本的功能之外 其實我都是用第三方整合的 我的 在這個網站 主要有夠 是 做 可以讓 我這網站 有去PT Emergency 洗版 真 製工 那我跟 製工團隊 主要是 保持網站的功能 然後 製工是負責管理 那個 版面有 就是有效的資訊 那我們 focus在這一點 那基本上 會耗掉我們太大功夫的事情 我們都不做 那我們只 focus在 怎樣 讓大家可以最快的交流到資訊 那像這種東西 即便我會做留言板 然後這個網站也是留言板 我是不自己做 那你可以拿手上想要的 手上可以馬上拿到的東西 那這樣子可以讓你更多不實在 因為我覺得 短時間做網站 你沒有辦法要熟到最好 那 能 呃 就是 你自己能貢獻什麼 你要很清楚 不然 呃 就算你有一個團隊 然後你沒有辦法 呃 分散 呃 然後除了這四點之外 這是最近遇到的 那你要有效防止 來亂 那大家會覺得 住宅子會有人來亂的 事實上 就是 有人 來亂 哈哈哈哈 我們都看 我們都看那個 我往那個 就是 procker 或者是 批片 靠腰 就是 這裡有一個 反散打擊的風子 然後上面 上面來亂 他就是不停的 那麽瘋狂的po 就是帶他小心 三打氣的牧師 我就覺得 這平常是你的 個人喜好 可是你一直 你一直洗板 然後我就覺得 這會造成志工的困擾 而且是 我們剛開始 我們排了五個志工 下去 剛開始是能 就是 有下個管理業面 可是 最後志工的經歷都去 對不起他 那 後來他是一個 打五個那麼強 我們都被他刮掉 我們 我們 我們懷疑他可能 有某些精神疾病 這樣子 然後 Anyway 我們 為了恢復他 最後 他 而且他好像是 跟三打氣 坐在很久 所以 也是 好像也有高科技的背景 他也是用了Tor 然後來到 最後 我最後兩天都在做這種 東西 上來 ID breaklist peer breaklist 然後 大家接近Otobank 還有發文 直接一件事 他會不會最後都在搞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之前講的 有的人 就是說 我們今天不要浪費 再五個月不行 最後都在搞這個 然後 呃 這東西是 呃 我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都是我一個人搞的 其實 之前記得我這位 我跟我聯絡上 他不相信這是我一個人搞的 之類的 那 可是我覺得 這些東西 那 我要分享出來 就是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一個人搞的 那我知道這些comment 啊 所以 呃 這個Tor我才臨時改成這個東西 那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 就是 sense 然後看聽我講的tips 也許 下一次你會對救災 就是 做這些救災網站 可能會有一個基本概念 然後 相關的 技術 技術 那 這些技術 可能有多人家可以 看 之類的 就是 擅用這些opensource的技術 那 為什麼會改這個 因為 就是 會不會空架 人家 呃 呃 呃 我發覺 我做網站到最後 會發覺 大家都會有一個模式 就是說 呃 我通常都要自己管 那 我要自己 HANDLE WORKRESS 我會HANDLE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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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事實上 這些第三方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量大了你HANDLE不住 你當然會想說 呃 比如說 我有WKRESS 有CROMIN 然後我有HANDLE 然後我可能有MARCHO上去 可是事實上你不懂這些底層 那不懂這些底層 量大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scale 或者是你要tune pastomize 那 其實如果你HANDLE的技巧 的話 你可以也是 呃 利用這些BSD 然後再加上一些Google Widget 或是一般SD三方的Widget 你會做到你要的功能 而且放在這些地點 有什麼好處呢 你不用去考慮scale的問題 因為scale本身是一門技術 那今天是我 因為我在網路公司工作 那我本身具有會不聽你的 會不聽你的經驗 那一般人可能沒有 那當這兩個問題 同時一起來搞你的時候 那你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會被炸乾 甚至你不夠用 那我是會建議 如果你有種香蕾技術 可以去 呃相關的服務 那你可以去研究 怎麼去整合 而不是通通的去寫 自己管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想法 當你要聽的時候 你去被打爆 那你聽到屁啊 謝謝 謝謝